《扶貧置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收看新一集的《Cultural Club文化所》 我是Shera 吳樂文 我是Ebi 所掌 今集好像很快有一集 對呀 《法樂不知時日》 我們會繼續去 也不是繼續 我們又講獨立電影 但會不會有一個新的角度去看呢 為何你會講又講獨立電影 其實剛早兩星期才跟John Yiffen 聊過 就是INTI BEAR的國際電影節 不同了 我想說我們是突破性的 有多突破 如果講獨立電影 通常我們都會找很多導演 編劇 在講他們的創作 講他們的怎樣製作 但我覺得原來不是 這個方向有些 應該可以再多一些 所以我今天請了我的老師 一點都不老的老師 你就是講獨立電影的製片人的角色 即是製片人的角色 Jaglin 有我們的Jaglin Hello Hello 歡迎你 謝謝你 還有很多年 我想說我們 你不佔很多年 對很多年 Jaglin是早入行的 怎樣啊 你問問題 對 即是說沒有試過這樣坐在這裏 還有以前上課我也是想 關於創作者 或者創作者 都沒有這樣談過 對 因為你不是 直接 因為我沒有說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問一下 關於創作者的事 好 Jaglin 最近會不會跟進哪些作品 其實我現在在做一個 都是洪詠傑導演的第二部電影 第二部長片 那個戲名叫Mama Eva 我們希望 現在就剛剛開始 我們一些投資組合的發展 他對上一部電影叫《無聲風靈》 2009年 我跟他一起合作 他的第一部電影 我們都會把《無聲風靈》 當作一個比較獨立的電影 因為他在資金上 或者題材上 都比較沒有那麼大眾化 和商業化 嗯 是的 他剛剛已經帶出了 為什麼我們會假訓他 就是講一下 獨立電影裡面 又沒有那麼商業化 又沒有那麼大眾化的題材 之下 創作者的角色是做什麼 因為 我也有過一下子的火 我也有份劇本 但所有人都會說 你想拍嗎 我就說 對 怎樣開始 你找Jacqueline 不是暗瘡 但是 找Jacqueline 他就可以幫到你了 或者他可以給你一些提示 或者你可以知道怎樣做 新進願望導演 實現的神仙 他不是每個人都會幫 因為我沒有幫他 但是我也想問一下 因為我沒有認識 很嚴肅地問 是的 好 如果專注在這個 之前你也說 找開你幫忙的都是一些新的 通常 是的 那你會怎樣 有幾個人都會找我 我不會等廣告 告訴大家 我是做獨立電影的監製的 但是通常有些朋友 我本身自己有些朋友 喜歡做製作 然後他們自己是想做導演 譬如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都是導演的人 有韓傑 我剛才說了 有原因 這些 他們都是 或者有一個在韓國的朋友 叫Jude 他們都是我朋友 本身 然後他們 就說 他們想自己拍戲 有個故事 通常他們就會問我 我有個故事 不如一起做吧 我自己 主要 通常就是看個故事 我第一個問題會問他 為何要拍這部戲 或者為何要做這個故事 如果純粹是他的願望 我很想完成這件事 因為我 覺得自己可以做導演 那我就說 很久就一起做吧 我以為你說 那就算了 那就再看看那件事 怎麼做 看看那件事怎麼做的意思就是 看完劇本 我們先給這個故事一個定位 它應該是一個 可以發展成更商業的東西 它應該只是限於一個 可以獨立電影範圍 容易做的處理方法 或是它應該要再 重新再調配這個故事 應該怎麼做呢 就跟導演商量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還有再改劇本 如果它是可以商業一些的話 或者它是 故事的可能性 都可能是比較有文化 或者有藝術 我們可能有一些不同的 分析可以申請 我想問 我剛才聽到你說 譬如說 大家都知道做導演的話 通常都是很美化所有東西的 自己寫出來的東西 都很理想 很藝術 很聽 很藝術 似乎你是比較理性的角度 念實一點的角度 插進去跟它一起看 理性的 那個分析是理性的 但那個參與是不理性的 我想告訴你 因為你剛才聽得清楚 如果它很想做這件事 那我就幫你 這件事是不理性的 是 但如果我要幫的時候 我要理性化這件事 令它可以去得遠一點 或者去得好一點的話 其實去到最後 我覺得我可以提議 或者分析 告訴導演 你可以怎麼做之後 他說幫他聽 其實他還有一些自己的堅持 關於他自己的 因為每個人想做導演 我也相信他有些事情想說 如果你覺得那件事 是跟你想說的 有些分別的話 我會首先 因為很多時候 這些都是他的第一句話 或者是第一、第二句話 我會尊重他們自己的創作 如果你想保持這個方向 你可以保持 但可能有什麼 你要準備好 所以那件事 好像很理性地去做 但其實動機是不理性的 嗯嗯嗯嗯嗯 可否這樣說呢 好像導演就是 第一個人背後的鏡頭 你就好像再往後一步 是的 再往後一步 還有 我猜無論哪一個角色 去參與電影的人 大部份的人 都要有那種 passion 要有喜歡那件事 因為那件事 你要喜歡那件事 那個動作 也是不理性的 或者可以這樣說 如果作為 曾經的何時 我有想過做導演 但原來有很多事情 自己是沒有想過的 譬如說 喂 現在你知道 iPhone又可以拍HD 每個人都可以拿著 一些東西來拍的時候 是否拍完就算呢 那拍完那條片我剪好了 那就是放在自己的電腦上 自己欣賞呢 還是 就算我給朋友出去看 看完那個small screening 是不是就夠呢 原來我又發覺 製作者 除了跟你合作那件事 那個劇本之外 還有很多事情 怎樣推出去 其實有的 因為 我想我們 如果你看回一個很正常的 市場的運作裡面 有電影公司 有監製 可能那個監製是電影公司的員工 有不同的導演去電影公司 在這裏敲門希望 我有一個項目 你們會否投資 這可能是香港 比較普遍的商業運作形式 而在這個運作形式裡面 其實那個角色就是 假設一套電影是有100個角色的 只不過在一個商業形式裡面 我們有一百個人去感受那一百個角色 監製有監製的工作 有導演有導演的工作 製作人有製作人的工作 而在一個套立電影裡面 相對地 因為那個預算比較少 或者它的資源比較少 但是也有100個角色要配合 所以可能你每個人都要做多一點點事 要做多一點點事 要做多一點的角色 而同時那些計劃也是一樣要做的 即是說獨立電影都要有資金 獨立電影都要想投資者 獨立電影都要想哪一個去負責 最基本的買帶 燈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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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另外獨立電影都要有劇本 獨立導演也要有攝影師 這些很基本的東西也要有 最後你拍完出來的事 因為之前我們也說 每一個導演都有自己想跟別人說的 有一個訊息想說的 那訊息你會告訴別人 那用什麼方法告訴別人 看回這個項目 其實應該用什麼方法 可能在我們的經驗 或者在我們覺得裡面 最容易達到目標的觀眾 或者最有效的 最容易和最有效 不等於是一個最貴的方法 我們可以用其他不同的渠道 譬如說獨立電影都可以參與其他 國際不同的影展 只不過如果你要去一些 A級影展 譬如康城 柏林 或者威尼斯 成本可能比較貴 因為那些影展會需要一些 特別的放映形式 或者只是交申請 可能也要有些應用費 但你也可以試 因為其實每個影展 它本身除了最受人觸目的 一個競選項之外 它還有其他不同小的項目 你也可以試 另外就是可以試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重要的影展 我們當它是B級的影展 通常獨立電影都會比較容易走影展 這個方向 因為其實通常都是跟 譬如比較藝術性高一些 一些東西 剛才你一直在說 譬如賺錢 影展 發行這些 我突然有一個定義 導演可不可以叫做創作主席 你可不可以叫做主席主席 即是你要實行 CEO和什麼 即是你要把那件很藝術性的想法 即是要由組組 即是找什麼人幫導演 再由賺錢去幫導演 再由之後發 其實你不用說什麼 他叫做創作主席 但有很多人以為 以為是導演 全部是瞞在這個位置 我猜到是那個制度問題 譬如因為香港 很多時是電影公司的老闆 或者導演制 導演的權力比較大 在香港的製作環境裏 其實我猜 根據我自己覺得的經驗裏面 其實這幾年裏多了製作主席 或者監製的身份也有少許不同 權力已經很大了 譬如你看看外國 美國 他們其實是製作主席 其實是製作主席去決定 哪個導演去做什麼 所以我猜是文化差異 是每個地方的系統不同的發展 我有一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通常你合作的都是新進導演 新就是新不知進不進 什麼意思 他們一定是新的 但要進步 即是那個進和那個進 沒有什麼經驗 那你怎麼跟他們 我想我比較幸運 因為我的新導演 基本上大家都是朋友 都盡的 都盡的 而且他們都盡的 他們都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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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自己都希望繼續做一些事情 是的 還有我猜 有些是中毒 即當你做了第一件事的時候 他們就會想再做多些 即是一個叫什麼 是一個引 是一個引他們希望 我完成這件事的時候 我下次就有另一個目標 譬如說 假設第一個項目 是一個沒有那麼商業的東西 又想說自己多一點的事情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說完了 我已經照顧了一些 叫做我自己想說的事情 我開始說一些 我下一個就應該開始說一些 較經典的事情 希望多些人看 即是每個人都會有一個 即是完成了一個任務之後 第二個目標 其實跟你的心情也有關 即是你願意在這個範圍裡 給自己多少空間去進步 可不可以問 你一開始的時候 是怎樣踏入這個 即是幫獨立電影做製片的 其實我很久以前就教書 當我教書 我自己是讀電影的 我讀電影畢業之後 我就去了教書 其實我沒有怎樣做過電影真正的工作 而去教書的時候 就因為事實上 教書的工作就比較 即是 我應該要說 即是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我已經參與了這個製作的 即整件事 就開始了一些叫做獨立電影的製作 然後第二段 我原來有一段時間 因為 麥婉恩是我的好朋友 他當時 自己有故事是蝴蝶 其實之前已經拍了幾個長片和短片 哥哥是畢業作品 是 也是 走過影展的方向 我們做了一些影展的事 然後 他有一個蝴蝶的故事 我們就拿著蝴蝶的故事 其實就做了一些 叫做獨立和商業 一些中間的結合 因為當時是有一個商業公司去投資的 但是製作的 其實層次很獨立 所以就做了蝴蝶 然後就一直有不同的 就是 朋友說 熊潔 或者我另外還有一些朋友 做了 在大陸的朋友 他們都想做一些製作的時候 我也都繼續有參與 我想問 例如說 第一 二次 或者甚至三次都好 始終它的內容 故事內容或者方向 都不是大眾化 那是怎樣找投資者呢 其實 我應該這麼說 故事的內容和類型 大不大眾化呢 其實 故事很多時候都是有一個基礎 那基礎可不可以發展成為比較大眾化 或者可不可以發展成為比較 投資者有趣 其實每一個題材都可以 因為整個電影 電影我估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永遠有機會見到一些新的東西 你沒有想過嗎 無論外國電影 或者你 為何人們會繼續去戲院看 就是 其實有些東西很新的 未見過 或者有些東西很好看 其實很難在創作中 去決定 究竟它是不是一個很商業 或者不商業的東西 因為那個是創作中 但是那個包裝是可以去決定的 但是那個包裝有時候就是要看 究竟大家有多平衡 有多平衡的意思就是 有多少東西我們可以為了投資者 或者為了商業去改變 而令到它的包裝 看上去 是適合它的 它可以做的 而製作人本身也覺得 那件事沒有改變到它自己想做的事 那是一個包裝 所以沒有說哪一個題目不商業 其實只不過是看你怎樣去 推銷 推銷 你自己怎樣去看香港發展獨立電影的空間 你覺得有沒有優勢 我覺得其實都不只是香港 既然技術的進步 其實一定有優勢 因為你也說 拿著iPhone都可以拍攝東西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導演 每個人都可以拍攝自己喜歡 或者覺得有意義的東西 然後放在任何的網絡平台上 或者你就這樣傳給朋友看 都已經是一個優勢的頻道 但是到電影這個級別 我猜那件事開始有些疑惑 如果在技術的發展裡面 但是當然了 你要去到由基本 你自己當它是一個興趣 或者興趣小組去做這件事 直至到你去到戲院 要有Box offices 那個中間的舞台 或者中間的開展可以有很多種 有人是一步一步一步 有人是可以突然間裝作 因為這個是沒有一個很標準的路 究竟你怎樣 不是讀書 不是你讀完一年級去二年級 二年級去三年級 只不過你會不會有時候 你的故事 你的創作性 有時候會有一個很特別的想法 你真的可以推銷到的 你可能只是拍過一個很短片 但是你有一個想法 你會推銷到給一間大公司 他可能就 下一步你已經是一個 可能是千萬製作的導演 因為去到那個層次 其實你有很多配套 那個公司本身會有提供給你的 那個配套 為什麼他們會提供給 是因為他們要保障自己公司的資金 但是如果你未去到那個配套 未進入那個配套的範圍裡面的時候 你就要自己想很多方法 怎樣去令到那件事發生 而有人是拒絕去進入配套裡面的 所以這個 是限制還是 是的 這個就取決於究竟你想怎樣做 也都可以是 有些人是一半一半的 我如果有些題材是可以進入配套的 我就做 或者有些時候我想跳出來 做一些不是這個配套裡面的事情 我想問 我又說回 馬劇那裡我們可能 剛才也聽了很多 如果有一個導演 不是 有一個人 我真的存了很久 這個劇本 寫完又改 寫完又改 我應該很有信心可以拍到它出來 你幫我吧 那你會怎樣 那你怎樣 首先先看劇本 她不是你的朋友 我也會先看劇本 因為 其實真的有朋友 寫完結合 然後寫了電郵給我 誰介紹我 不知道為什麼 她說要拍照片 就要找Jacqueline 我也說 那便來了 然後我就看劇本 但是 例如你剛才所說 她的劇本已經寫了十年 但是她一直都沒有拍 那我要知道有什麼原因 那為什麼你十年以來 她都沒有拍呢 那有什麼事令到你這麼阻礙呢 是不是劇本要寫十年呢 本身 即是Epic 來的 所以劇本要寫十年 那件事可能要用你一方來做 但其實我在任何情況之下 譬如我見到那個朋友也好 他跟我說了故事 我都要先看劇本 基本上我看了他寫的東西 然後我會告訴他 那件事可以怎樣做 有推的 我有不做的 因為有些事情 我之前說 譬如有些事情 如果我自己的強處和弱處 如果我不懂得做那件事 其實我可能害了你 所以不如我可能介紹另一個人給你 或者我幫你找一些更配合這件事的資料 你可不可以說說你的強項 或者你會推的 賣廣告 不是的 那些人看到你有興趣 你是那個圈子的人 你就會找他 不是的 找他 那我 我 大部份 做的事都比較 類型上比較偏向文藝 比較靜態一點的東西 我沒有拍過爆炸 賽車 飛車 科環 科環 但我有朋友有的 可以介紹 好 那我最後時間差不多了 或者可不可以說一說 譬如說 我剛剛讀完書 當我是一個Fresh Greg的人 你想找Jacqueline嗎 不是的 剛才問了 懂就找到 不懂就找不到 是的 譬如說 我聽上去 其實如果你想做一個參與 即是做一條電影 並不是只是導演 編劇 而是製作的 是更多的 如果要什麼 特點的人 就會走了 去做製作 你可不可以 我猜我第一件事 說回 你要喜歡那件事 喜歡那件事的意思就是 你願不願意很久不睡覺 你願不願意浪費很多時間 你願不願意沒有朋友 你願不願意沒有家人的生活 然後 因為那件事會發生 當你要去參與 或者製作那件事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你的時間 因為它很需求 那你就要去那裏 你要想很多方法去做事的時候 你整個人就會在那個項目裏面 那你首先 那壓力會不會帶到你願意浪費那些時間 如果大家都是讀電影出來 當然我總是很喜歡 你沒想過做導演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導演 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導演 如果我很騎在中間 究竟我是什麼 其實我猜導演和導演 最大的分別就是 其實大家對創作有要求 只不過導演的身份 就比較願意去支持導演的創作 還有就是 我覺得那個質素裡面 你需要有的就是 你要有一定程度的視野 你覺得導演他們會看不到的 你要幫他的時候 你要看一個闊一點的圖畫的時候 導演可能在這裏 你要再看闊一點點 還有你要有那個耐性 真的 做媽媽照女兒照女兒照女兒 就是媽媽來電影媽媽 或者電影爸爸 好啊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這裏 吸收到究竟是爸爸還是兒子 還是媽媽還是女兒 謝謝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iRead是什麼 iRead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